美國與南韓星期一舉行了第55次安全協商會議 對兩國定制威懾戰略作出10年以來的首次修改 以應對朝鮮半島正在迅速變化的安全威脅 奧士定星期一在媒體《簡報會》上表示 我們正看到比以往更多的三變合作 美國與南韓在2010年首次推出了定制威懾戰略 南韓國防部表示 目前的定制威懾戰略已經不足以應對 北韓快速推進他們彈道導彈和核項目 美國國防部長奧士定、美軍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布朗 與南韓國防部長官新原題、南韓聯合參謀本部議長 金成謙以及其他高級官員出席了這次會議 會後發表了聯合公布 未有具體說明這項戰略新增加的內容 但聲稱新的定制威懾戰略具有靈活性以及力量以便有效壓制 並且回應北韓核打擊以及其他具有戰略影響力的軍事打擊 聯合公布還表示 兩國國防領導人還提到 2023年定制威懾戰略為全面利用美國的軍事力量 包括核打擊力量以及南韓的常規力量制定了相關規則 並將會將一步強化同盟的軍事能力 為北韓可能發動的任何核武器攻擊作好準備